早上八点的公园里,一位老人突然晕倒,被紧急送去了医院。 据了解,老人是附近小区的住户老李,今年62岁,平时经常到公园晨练。 那天早上,他被送到医院时,血糖值已升高至23.5毫摩尔每升,确定为糖尿病同症酸中毒。 经过五个小时的抢救,才终于救回了他的命。 医生在后续了解情况时得知,老李之前患有高血糖,平时也很注意控制饮食,只吃些蔬菜,每天还会吃一个苹果。 但这看似健康的饮食,却偏偏是导致老张血糖升高,患上糖尿病的原因。 原来,老李牙口不好,平时都是将苹果榨成果汁喝。 而他不知道的是,水果榨之后,糖分含量会高出很多,很容易导致生糖。 在大多数人眼中,百分之百纯果汁是非常健康的食物。 但其实,果汁对糖尿病患者而言,无疑是催命符。 美国波士顿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每天摄入两份果汁饮料的人,同摄入一份果汁饮料的人相比,患二型糖尿病的概率要高出31%。 并且还指出,果汁饮料的热量并不低于碳酸饮料。 而且,南医大二夫院内分泌科主任,密尔研教授也曾表示过, 相较于固体而言,液体更容易被身体吸收利用。 所以,水果被榨成果汁后,人体吸收其中糖分的速度也会更快,更容易导致血糖升高。 原来吃水果也是有讲究的。 例如,有些水果特资补五脏,而有些水果对各器官就不那么友好了。 那么到底该怎么样选水果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水果红黑榜 1. 心脏最爱苹果 苹果素来有水果界的全科医生的美誉,好处杠杠的。 但值得一提的是,苹果中含有的多酚及黄酮类物质, 能降低血管的脆性,改善血果的通透性,降低血脂和胆固醇。 在临床上,有不少医生就给心血管病人开了苹果处方,建议这类病人每天吃个苹果。 不过,想护心的话,千万别熟吃苹果。 因为苹果加热后,所含的多酚及黄酮类抗氧化物质会锐减,护心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匹的主要功能是把胃消化的石迷进一步转化为精微物质,生成气血精液,供养全身。 匹一虚弱,全身便缺乏动力,各种毛病就找上门了。 有人吃一丁点东西,胃就保障得不行。 有人食欲很旺盛,有人便秘,有人拉肚子,还有人头昏头重,失眠等。 所以平时还要注意调理脾脏。 柚子健脾小能手 中医认为,柚子胃肝酸、性凉,具有理气化痰、健脾等作用。 在本草纲目中,对柚子就有能消食快阁、散郁闷之气的介绍。 梨子一伤脾胃,梨偏寒凉,吃多很容易伤脾胃,尤其是老人小孩以及脾胃虚弱者。 小提醒 脾胃虚寒者,常有腹部冷痛的人,以及血虚患者,不要多吃梨。 健康人也不宜一次多吃,一天一个是比较适量的。 小妙招 把梨煮熟吃,可以减弱其寒性。 木瓜含有一种物质叫木瓜蛋白酶,可以帮助人体分解肉类蛋白质,促进消化。 需要注意的是,木瓜煮熟后,营养几乎所剩无几。 为了营养考虑,建议大家最好生吃木瓜。 养胃小妙招 饭后吃少量木瓜,可以帮助胃、肠道、消化难以吸收的肉类。 还有助于预防胃溃疡。 肠胃炎,消化不良等疾病。 但是经常吃柿子的,当心长胃结实。 柿子中含有较多的柔酸。 如果空腹大量吃柿子,胃酸容易于柔酸、果胶、 纤维素等粘合在一起,在胃内快速生成胃结实。 而胃适时会损伤胃粘膜,进一步刺激胃酸分泌增加。 小一点的胃结实能随大便排出, 但大的胃结实就可能长期待在胃里, 引起一系列的胃部不适。 小提醒 每天吃柿子,最好不超过两个。 消化不良,胃病患者,最好少吃。 四 肝脏最爱山楂,最怕榴莲。 山楂是天然的护肝果。 中医认为山楂胃酸、肝性微温。 其中山楂的酸能收敛肝气, 使肝气不至于太旺。 而且山楂入胃后能增强霉的作用。 促进肉食消化,有利于胆固醇的转化。 对于脂肪肝的人来说, 山楂还可以起到一定的消食去脂作用, 是不错的饱肝食物。 但是榴莲这一种水果会悄悄让肝变胖。 榴莲之所以会沦为伤肝果, 主要是因为它的糖分和热量太高了。 每100克榴莲果肉中, 糖分高达27克。 而糖则是名副其实的肝脏杀手。 糖在肝脏中代谢, 肝脏将糖转化为脂肪, 提高肝油三脂, 造成胰岛素抵抗, 并可能损害肝脏。 小提醒, 健康人每天食用不超过两半, 可食用部分不超过100克。 肥胖、脂肪肝、糖尿病、 高血脂患者尽量不吃。 如果确实嘴残, 每天的量要控制在一小块以内。 五,肾脏最爱葡萄, 最怕香蕉。 葡萄天然养肾果, 葡萄性贫、胃、肝酸。 平时常吃葡萄, 能够起到滋补肾脏的作用。 葡萄的种类和颜色很多, 但对肾最好的, 当属黑色的葡萄。 小贴士, 葡萄上的白霜没有毒。 这层白霜是葡萄本身分泌的杭醇类物质, 也被称为果粉, 对人体无害。 但是香蕉对肾不太友好, 香蕉中矿物质含量比较高, 操出人体所需的部分需要通过肾脏排除体外。 此过程会带出大量的水, 加重肾脏负担。 所以不要一下子吃太多香蕉, 每天最多一到两根。 六, 肠道最爱火龙果, 最怕翻石榴。 火龙果堪称肠道托巴。 火龙果的通便作用, 得益于它丰富的膳食纤维。 每一百克的火龙果含有约2.8克膳食纤维。 这是什么概念呢? 一直被认为很通便的香蕉, 每一百克仅含一克左右的膳食纤维, 不到火龙果的一半。 小妙招。 白心火龙果的膳食纤维含量比红色的高。 想通便, 选白的。 翻石榴专赌肠道, 是便秘者的噩梦。 罪魁祸首是翻石榴中的大量的柔酸。 柔酸会跟胃里的食物蛋白质结合, 使其凝固, 从而不易被消化。 吃多了, 很容易便秘。 所以, 排便不顺畅的朋友, 最好不要吃翻石榴了。 2. 两种食物, 血糖高的人要少碰。 1. 蜂蜜。 蜂蜜虽然没有白糖甜, 但它的含糖量也不低。 且其中的糖分主要是果糖、 葡萄糖, 可以直接被人体利用。 因此, 血糖高的人食用后, 血糖水平会迅速升高, 容易加重胰岛、 损伤, 影响病情控制。 2. 动物内脏。 动物内脏中的饱和脂肪酸, 胆固醇含量过高。 如果血糖高的人经常食用, 会使热量、脂肪摄入超标, 引起血糖波动, 同时还会引发肥胖, 导致患者的胰岛素, 抵抗增强。 影响血糖控制。 医生告诉大家, 血糖高的人除了注意饮食, 癌应当坚持适当的运动。 糖尿病患者运动时要注意 运动强度、时间, 平时可以经常进行散步、 游泳、慢跑等有氧运动。 运动时间要维持在30分钟左右, 这样能更利于身体代谢, 帮助改善血糖。 综上所述, 日常饮食对于病情的走向 是有影响的。 关于吃水果, 吃对了有好处。 以上几种红绑水果 可以适当经常吃点, 但对于上面提到的黑绑水果 就要注意避免了, 以免影响健康。